大家好,我是B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高田爱情电影《柳烈的音乐专辑》 在1994年秋天的某个清晨 19岁的美秀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收拾东西 父母早逝的她和姐姐恩子一起经营着一家面包店 虽然生意称不上火爆 但姐妹俩都对这种温馨而平淡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 这边,美秀的早餐还没吃 面包店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第一位客人是一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 只不过她不买面包,而是想买些豆制品 美秀看着面色沉郁的年轻人心里有些害怕 以为她是故意来找麻烦的 但还是抬手给她指了坡上的超市 年轻人临出门前,收音机里响起了广播声 听到熟悉的频道里换了新的节目 年轻人不由地转身说了句莫名其妙的奇迹啊 便走出了门 之后,美秀听姐姐说 这人刚从监狱里出来 美秀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怪不得要买豆腐 在韩国,出狱吃豆腐表示让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 从此清白做人 看着买完豆腐回来的年轻人 美秀赶紧和姐姐恩子对回屋中关上了房门 没想到年轻人路过时 看到面包店玻璃上贴的招聘信息 于是前来面包店应聘杂工 虽然美秀并不愿意让一个蹲过监狱的人来店里工作 但恩子看着面前面旁稚嫩的贤宇 最终还是选择留下了她 在这之后 美秀和贤宇也渐渐熟络起来 一种情愫也悄然地蔓延开来 一天白天 收音机中正放着音乐 在店中闲聊的恩子突然让贤宇讲讲她监狱中的生活 通过贤宇所说 恩子与美秀也终于了解到贤宇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贤宇在寿管所时 每天九点音乐广播响起 她就会去吃饭 在这个时候 贤宇就祈祷能放自己出去 直到节目结束 她也没有收到被放出去的消息 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 这些广播每天约束 指引着贤宇在寿管所的生活 带给她希望 又让她渐渐绝望 所以贤宇祈祷在自己出狱的那天 生活多少又有所改变 没想到 贤宇从寿管所出来的第一天 她在面包店中 听到自己常听的音乐电台换了主持人 恰好是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变化 让贤宇的内心荡起了巨大的涟漪 也许 这就是上帝听到她的祈祷 所让世界发生的改变 而因着这奇迹的一天 贤宇便厚着脸皮地来到面包店打工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到了圣诞节 因着修路的原因 面包店的生意也变得不是很好 好不容易来了一位客人 却是贤宇的朋友 贤宇朋友的到来 顿时将店中弄得是乌烟瘴气 贤宇感到十分抱歉 最终只能向恩子预支了些工资 和朋友们离开了 路边的大排档中 贤宇和朋友们说说笑笑 或许只有贤宇自己能知道 此时他心中是多么的苦涩 明明一切都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到头来却仿佛一直没有改变 命运的枷锁让贤宇喘不过气来 说笑过后 朋友们在一张照片前倒了杯酒 点上一支烟用来祭奠他 原本贤宇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和其他高中生一样 爱玩爱打闹 不料 疑似贤宇与朋友玩闹的过程中 朋友不幸坠楼 虽然贤宇百般告诉别人 不是自己做的 但是 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 都不信任他 贤宇的生活 也是从这个时候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过路的人看到贤宇几人 在祭奠死人 觉得十分晦气 嘟闹了几句 没想到 朋友们听到路人的话 愤怒地上前和他们打了起来 时间来到了三年后的1997年 当时亚洲正遭遇金融危机 很多大企业都倒闭了 更不用说恩子小小的面包店 当时 刚从大学毕业的美秀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印刷厂的工作 一个是在电台兼职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 帮姐姐把面包店再盘回来 美秀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印刷厂的工作 令美秀意外的是 他没想到 在自己工作的第一天 能与贤宇再次重逢 原来那年贤宇和朋友一起离开后 因为醉酒帮朋友打了架 之后又被抓回了寿管所 当贤宇出来时 面包店已经不在了 因此 贤宇只能一边学习参加高考 一边在附近打工 替人家搬家搬旧书 内心期待 有一天能再遇到美秀 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两个人都有些拘谨和不知所措 只是没想到 这次两人的相遇竟这么短暂 因为明天贤宇就要入伍当兵去了 昏暗的路灯下 贤宇送美秀回家 局势回家的路 何时变得这样短呢 美秀默默地开门回家 贤宇也转身离开 只不过片刻之后 美秀仍是忍不住叫回了贤宇 邀他来到自己的家中做客 在离别前的最后一晚 两个人就这样 一个躺在床上 一个躺在地下 思思爱意在两人间悄然流转 第二天凌晨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 轻轻地一个吻 既清澀又甜蜜 却也带着万千不舍 临走前 美秀给了贤宇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他为贤宇申请的邮箱 以便两人联系 然而美秀却忘记了将密码告诉贤宇 就这样 刚刚才联络上的两人 又失去了联系 在此期间 美秀搬了新家 但他仍不忘记 经常给贤宇发邮件 跟他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尽管发过去的邮件 一直显示着未读 甚至 美秀还通过 流列的音乐专辑 向贤宇传话 希望借此告诉他邮箱的密码 时间在转眼之间 来到了2000年 这天美秀如往常一样打开邮箱 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在他的邮箱里 竟然静静地躺着一封 来自贤宇的邮件 原来贤宇参军结束后 租住了美秀曾经居住的房子 签合同的时候 贤宇偶然发现了美秀租住时 签了合同 看着合同上写的开门密码 贤宇灵机一动 用这串数字试了试 竟然真的是邮箱密码 两人互相牵挂又寻找多年 这一次的相遇 不仅仅是惊喜 更是奇迹 然而上天似乎有意 跟两人开个玩笑 就在美秀按照约定 给贤宇打电话时 贤宇的电话却一直显示 盲音接不通 美秀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贤宇正在警局接受审问 一切的起因 还是贤宇的那帮狐狂狗友 之后 美秀给贤宇写了一封邮件 他告诉贤宇 自己现在过得并不好 对生活也充满了迷茫 此时对这份工作厌倦了的美秀 失去了大笑的能力 也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他不想把这种丧丧的状态 传递给贤宇 所以美秀决定 等待两人都整理好 自己的心情和状态 再见面 美秀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写下这些话 可想而知 此时的他的心里 是多么的痛苦 美秀与贤宇的第四次相遇 是在2005年 这时的美秀 已经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做起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突然 贤宇那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美秀面前 原来贤宇的工作地 在美秀的楼上 之后美秀得知贤宇 租住了两个人 曾经住过的小屋 心中十分感动 这一次两个人终于决定 牵起对方的手 确立了恋爱关系 美秀时常穿着贤宇的T恤 和贤宇在阳台上亲吻 两个人一起买菜 一起看漫画 每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都因为对方的存在 而变得甜蜜 某天傍晚 美秀看着贤宇 突然说起结婚 贤宇闻言争住了 久久没有回答 第二天白天 贤宇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原来今天是 去世的那位朋友 十周年的季日 按照惯例 他们来到朋友的家 送些心意 然而朋友的姐姐 并不愿意看到贤宇 还不断地撤贤宇 姐姐都无法原谅 已让贤宇 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 傍晚 贤宇又回到了家 可是在他下车时 却忘记了把手机拿下来 美秀给贤宇打电话时 是贤宇的朋友接了电话 从朋友那拿回手机后 美秀将贤宇的手机 放到了他经常放的地方 贤宇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自己 将手机放到了这里 之后美秀 有意识地询问贤宇 今天去了哪里 贤宇却撒谎说 今天去看望了奶奶 隔天 美秀联系了贤宇的朋友 朋友开车 带着美秀 来到了死去朋友的家里 得知了贤宇的过往后 美秀十分心疼他 晚上回到家 美秀有意无意地告诉贤宇 自己去了死去朋友的家 当贤宇得知 是朋友带着美秀 去了朋友的家 他立即放下勺子 准备出门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无法走出 朋友坠楼的阴影 他无法丢到过去 因此 他只能将这段 不堪的过去隐藏起来 希望不把美秀卷入其中 美秀看着愤怒的贤宇 急忙拦住了他 然而最终贤宇还是用力地 甩上门离开了 此刻 他与美秀的种种恩爱 仿佛也化作了泡影 在这之后 贤宇找到了朋友 和他扭打起来 而当贤宇喝到家时 他发现美秀已经离开了 房间中 只留下美秀常穿的T恤 和已经凉了的饭菜 就这样 在一夜之间 贤宇丢失了爱情和友情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 还在后面 因为交不起工作室的房租 贤宇和朋友 只能搬离了美秀楼上的工作室 这天 贤宇去工作室 寻找自己贴在天花棚上的美秀照片 但工作室早已被收拾得一空 旁门紧闭 恰巧这个时候 贤宇看到了工作室的老板 就要开车离开 他上前拦住老板的车 试图拿到钥匙取回那张照片 不料 老板声称那张照片在自己的家里 老板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美秀的爱意 他告诉贤宇 美秀更需要一个能让他放松的人 说完 老板便开车离开了 听老板没有想到的是 贤宇就这样 在他开车离开后 奋力地在后奔跑 跑得脸色都白了 也不敢停下脚步 似乎怕晚了一步 他就会错过美秀 果然 老板就接了美秀 可是美秀听到了贤宇的叫喊 仍然上了老板的车 看着在后方不断追赶的贤宇 美秀终于下了车 只不过错过 终究是错过了 他推开了拥抱自己的贤宇 告诉他别跑了 之后便头也不回地上了老板的车 时间仍在不断地走着 随着时代的发展 音乐广播也成了可视广播 此时的贤宇 已经成为了可视广播的摄像 而美秀 仍然每天听着广播 开启自己一天的工作 在可视广播开启的第一天 美秀画了一张贤宇 架着摄像机拍摄的画 仿佛这样 他就能看到一旁的贤宇 突然这时 美秀从广播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主持人称 这是听众 寄来的心爱之人的名字 美秀有些不知所措 他没想到贤宇仍然爱着自己 此刻的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 奔跑来到了电台 一如当时 贤宇追逐着老板的车 终于最后 美秀看到了久别的贤宇 两个人相互看着 笑着 眼底是掩盖不住的爱意 或许这一次 是他们再次相爱的开端 在贤宇和美秀的爱情中 没有刻骨铭心的誓言 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 有的只有细水长流 就像木心的那首诗 从前的日色变慢 车马邮件都满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想 这或许就是每个人都期许的爱情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逼格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